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玛丽欧陪你喝一杯,我是玛丽欧 在节目开始之前,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关键评论网媒体集团旗下的科技新闻媒体insight 马上就要举办一场论坛活动咯 我们很常听到有人一直在说数位转型 但你真的知道什么是数位转型吗? 那我们insight即将举办就是未来日科技趋势年度论坛 主题就是台湾的蜕变,用数位转型打造产业护城河 当天会有企业家到现场跟大家分享他们数位转型的实际成果 如果你对数位转型有兴趣的话,那赶快来报名吧 论坛将在9月23号登场,地点是在台北微风南山 相关论坛资讯和报名网址都可以在我们玛丽欧陪你喝一杯脸书 这一集的留言中查看更多资讯哦 好,让我们回到这一集的内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寻求过心理资商的经验 可能因为是生活、情感、工作、家庭等等原因 去寻求资商帮助 把一些私人走不出的困境 请诉给数位蒙面的专业资商心理师 而在资商师当中,另外还有专精学习于性议题的性资商师 性资商的情况可能是伴侣之间的性生活、性癖好、性倾向 还有关于青春期发展对于性的困扰、好奇 这些都属于资商范围 我们这一集的来宾是吕家慧 她是资商心理师 也是何光性资商专业训练中心的执行长 她从事性资商已经超过了20年 并持续推动性资商专业培训课程 培训更多的性资商师 今年6月的时候,她出版了一本书 书名叫做《欢迎来到性资商市》 三位少男和他们的心理师 那是用小说的方式来讨论辅导三名青春级孩子当中 所遭遇到的各种碰撞和心路里程 当初我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对于用小说题来描述青少年性资商的现场 感到十分的好奇 读了之后呢 才发现虽然是小说题 但其实里面有很扎实的专业内容 所以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果然我就问出来了 原来这本书设定的TA 其实是非常小众的一群人 你知道是谁吗 另外性资商和一般心理资商有什么不同 在过去这25年的职业经验当中 老师跟我们说明了 台湾民众对于性资商的变化有哪些 什么又是我们在进行性发展的时候 应该要有的五种能力呢 还有在书中有描述了 心理师卡关时候的情况 也介绍了资商督导这样的角色 跟团体督导的部分 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 最后让我们来呼吁大家 订阅按赞分享 马六陪你喝一杯 你可以到Apple Podcast和Spotify 给我们五星留言和推爆它 也可以在IG脸书留言分享和tag我们 你们每一个人的鼓励 都是让我们持续制作节目最棒的动力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吕家慧 我后来想一想 我觉得还是从那个资商这个事情开始 因为台湾现在这几年 我的感觉啦 就是大家对于心理资商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然后也会 不管是自动或者是 非自动 非自愿的去 对被介绍也好 或被推荐也好 去做资商 当然跟 我觉得可能跟十几二十年前 你刚回来其实可能差 非常非常多 但是 我们一般听到的可能就是心理资商 那但是你的专场有一个是性心理资商这样子 那这个性心理资商或是性资商跟一般的心理资商 当然它一定跟性有关嘛 不过我想说在专业上面来讲最大的差别 或者说你在执行上的差别会是什么呢 性资商基本上在何光这边训练出来的心理师 我们是用心理资商有一个性资商的专场 你可以把它想象说 你去医院看医生 那我们是专科医生 我们是专门在处理性方面议题的 是这样子的一个设置跟训练的过程这样 所以我们所有的工作范围 以性资商师来说 大部分就是以处理性方面的议题为最主要的核心焦点这样 那这些训练出来的资商师 他们需要本来就是心理师吗 还是还是他是来自 就是说等于他是已经有一个这个医师执照 然后来这边做专科训练这样子 我们基本上都是心理师 而且通常都要大概你职业一两年 就是你对于心理资商大部分的主题 你可以掌握跟那个心理资商的工具做法 你能够经手 你再来精练来学习这个性资商 其实是比较好的 因为性资商他基本上是在心理资商 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你所要吸收的知识跟工具跟能力 其实相当不同的 通常会是什么原因 这些心理师会想要来有这个专科训练 是这样子吗 这有跟那个年代的差别 你要听最近的还是以前 没关系就从以前讲到现在好了 以前是来上我的课的人都吓得半死 他们都会觉得 所谓吓得半死一直就是说 因为那个文化里面对于性 你想想看我是25年 所以我上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那那时候在做训练的时候 心理师们他们愿意碰触性这个议题 基本上是非常难以启齿的 所以有些学生来上我的课 他们会说 我们去上那个不可告人的课 你懂吗 就是说我们 佛地谋 对对对 不可告人的课 或者说你不要放我的照片 那你不要跟别人说我在这里上课 是有这样子的情况的 对从那个年代是这样子 但是那个时候就进入性的领域 来跟我学习的学生 多半是他们自己本身对于性有好奇 有探索 然后或者是他们知道 他们在个案工作当中会遇到 你没有办法避免去看到性的这一块 你的能力的不足 那当然也有人有他个人本身的议题 那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年度 今年来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现在要来学习性智商的人 他大部分是 因为这个名声已经做起来 然后大家已经有接受了 然后越来越多人可以知道 你在智商领域工作 你没有性这个能力的时候 你其实是很吃力的 就有一个部分 你跟个案能够谈到的深度 就有一个部分你就不会去碰 因为那跟性有关 OK 对 所以大家越来越 这个性的资讯越来越普及了 是 然后社会大众的需求 也越来越清晰了的时候 那性智商就变成是一个 心理师很多人都会说 我们会来上 我们一定会来上 就看什么时候了 一旦是会来上 OK 那是很不一样的文化变化 就很粗浅的理解来讲 就是不是在心理学的 某一个流派当中 就是性是一个 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 规刀 你说精神分析 对对对 那是这样子吗 这是我非常粗浅的理解 我因为做能力建构 取向是很本土的 在台湾 依照台湾文化 因为每一个性的 每一个文化当中 对于性都是 截然不同的观点 跟他有不同的思维脉络 跟他的禁忌 每个文化都不一样 所以我基本上是 跟着台湾文化当中 属于适合华人的方式 来做 应该算是 智商学派的建构 当时我也没有想说 要建一个学派 当时就是我自己这样做 然后到后来 有学生要跟我学 我必须开始 把我会的拿出来教他们 我才会知道说 其实在性这个领域当中 华人世界 大部分我们都缺乏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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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能力 所以我们需要 把能力建构上去的时候 这个人才会有机会去说 这是我要的或是我不要的 性对我来说是怎么一回事 他需要有能力 他才能够说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发展出 能力建构的取向 那能力建构取向的概念就是 你没有问题 你只是有能力需要建构 这是他最基础的核心概念 那像刚刚玛丽欧你说的 精神分析的话 那个是非常长远的 一个心理学的历史 那它会是我们思维的一个部分 但是不会是全部 OK 那这个能力建构取向的话 刚刚讲就是说 你只是还不会 就概念上应该讲 就是你其实是可以的 你本来就可以去学 然后就学会了 那这样子的能力建构 大概会有哪些能力 是需要建构的呢 因为这个文化基本上 没有给人学习性的空间 你说就华人文化这个地方 对你要看 就是说你看我从八十几年 说我是五十几年次的人 台湾出生五十几年次的人 这样 那我们那个年代当中 性的知识是零 零 OK 玛丽欧 你那时候呢 你年轻的时候 你说年轻是指 就我们小时候生出来 大概比如中学以前 对中学 或是说家庭的性教育啊 或是国中的性教育啊 国小的性教育 有吗 没有 对 你看我们就是知识 基本上是零 对 那可是我们进了青春期之后 我们每个人都有性欲的 当然不是进 抱歉 真的不是进了青春期 才有 才有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好奇 对 但我们一直有好奇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好的课题 来告诉我们 怎么去思考这些事情 对 所以我们就会被禁止 好 然后被赤贺 不能讲 不能讲 不能谈 不能谈 是不是这样子 对 好是这样子的 那因此我们真的进入性的领域的时候 我们这边全部是空白 那你从哪里学 你是好从各种媒体 对 色情影片 对 或是你的同才去学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吗 也就是说 性它是从你零岁开始 就一直发展的一个过程 它是你跟你身体的关系 你跟你这个人的关系 你怎么去跟人连结的这个关系 它这个所有都是你要发成一个 让你能够愉快的性行为 必要的条件 但是我们从小这个地方 是全部切断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非常多的知识 需要学习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文化当中对于性的禁忌 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家长都没有教 什么都没有教 家长都没有教 家长都没有教 对 可是家长真的没有教吗 家长有教啊 家长就是骂你 然后禁止你 他教你性是不好的 性是不能谈 性是修持 他也是教了 对吧 那你想想看 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依附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架构里面 你怎么可能会喜欢你自己的性 而不觉得是健康自然的事情呢 对吧 所以我们就要建构他的依附能力 那依附能力的话 就是要跟他原先的这个对性 是否定的 评价的这个部分做一个分化 那怎么分化 我们就用知识 所以我们是用知识建构依附 那这个知识是由谁提供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在推展各种性教育 还包括 性质上师进去协助这个当事人去找到适合他的知识的来源 对吧 那有了知识这个能力之后 再来就是 在性方面 你怎么知道你在性上的感受 嗯 第二个部分就是性的情绪能力 情绪能力 对 所以刚刚第一个是依附能力 依附能力 那依附能力的这部分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啊如果你的人格要长得好啊 那你的家长如果有好的亲子教育的能力的话 就会教养出一个人格比较健全的孩子 我们也是这样讲 那我们的家长都没有性教育的能力 所以我们自然教不出一个 在性上面可以发展健全的基础的孩子 对吧 那但是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是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靠知识 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我们的知识兼构衣服 OK 对 然后去创造一个新的 那衣服的课体式知识 这样子 好 那这个知识呢 由适当的人提供给你 对 好 那无论是性教育师或性子上师 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我们要情绪上面的理清 是 所以 马力尤你会知道 难过啊 悲伤啊 忧郁啊 然后兴奋 这些情绪我们会知道 大概你人际当中 大概怎么回事 对 但在性上面 你觉得情绪是怎么形容它 性上面的情绪是什么 形容词你会觉得很难想 对 大概就是爽 兴奋 跟很爽 嗯 就这么 我不爽 对吧 有这么单一吗 或是恶心 OK 就是 那个很 很少 极端的感觉 对 就很少 或者是舒服 就是这一种 舒服 那你看到光爽 里面是不是层次非常的多 对 包括你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对 但是我们在性的情绪当中 我们没有 我们通常就是做完 就呼噜噜就做完了 对 我们并没有机会好好去理清 我们在里面的每一种感受 嗯哼 对吧 好 所以当我们说 如果我们问一个 我以前最常见到就是 呃 我们那个年代 女性的个案来 或是 啊 那我们问他 说 诶 那你喜欢什么 他就会说 我不知道 老师 你不要问我 嗯 然后我们就说 嗯 你要试着告诉我 在心里面 你喜欢怎么样的 无论是碰触啦 或者是互动的方式 或是引发你信誉的感觉 那我们才会知道 怎么样协助你的伴侣 了解你 这样 然后他就跟我讲 老师 这种事情 不是相爱自然而然 就会发生吗 嗯 就这样 你会知道 他会漏掉很大一块 对 那不是他不愿意告诉你 是他没有办法去描述 跟形容他 所以这边我们就要去 把性的情绪 做一个梳理 把能力建构起来 因为性的情绪 能够建构起来 我们才有办法去做 下一个能力 叫做人际能力 嗯 你才有办法 在人际当中去表达 你要什么 不要什么 对吧 那我们很常就会跟 呃 就是教孩子说 你要能够勇敢的说不 嗯 那孩子就会问你说 老师 那我要说要 我要怎么说 哦 会这样问吗 会啊 真的哦 会会 对啊 我之前 应该前几年啊 就我还在走第一现场的时候 那个有国中老师 我们说 老师那个 我们在教孩子尊重身体 要尊重自主权 可是我们碰到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会说 告诉他说 尊重身体 尊重自己 要有身体自主权 所以对 人家碰触你的这些东西 对不喜欢的人要说不 对 然后他说 我们就这样教完了 我说 那你就教了 那个教育部 要你该教的事情 这样子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就跟我讲说 但是老师 学生想说 老师那我们要要 我们要说要 我们也要尊重自己的 身体自主权 我们的身体说要 我们要怎么说要 对 老师就 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等于是 性在这个地方 有一大组的人际能力 因为一个性行为的发生 其实攸关着 非常非常多 语言跟非语言的协商 嗯 那因为语言跟非语言的协商的 这个能力 我们不具备 所以我们在 关系当中 这个界限 就常常会在这里 出了很多的状况 以至于不愉快 对吧 不理解这样 彼此不理解 对 然后就会造成 不必要的伤害 甚至于就是 真的就是伤害 嗯 所以衣服能力 情绪能力 人际能力 再下来就是资源使用 资源使用 对 资源使用意思就是说 很简单 比如说 一般我会问说 哎 那各位家长 你们觉得啊 因为我们开了一个 云光儿童与青少年 性质上中心 你们觉得重要吗 家长说 很重要 对 我说那你的孩子 有性的问题 你会带他来吗 绝对不会 真的是这样子 而且呢 像真的 哎 玛丽佑你那个表情 非常的诧异 请说 所以他 那他们说不会的原因 是什么呢 因为觉得很重要 可是希望自己 还是跟着没关啊 然后真的要带孩子 过来的时候 他觉得很焦虑 很羞耻啊 那他会自己来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们每一年啊 心理理智商所都会有 卫生局的督考 是 那我就被督考 指教过好几次 说你们为什么不挂招牌 那我就跟督考说 督考亲爱督考 我如果挂性智商中心 在这边的话 我不挂了啊 我们人 我们的个案是很多了 但我说我不挂呢 那个个案要进来 就已经蛮难的 然后我挂出来 你觉得他们 要怎么样踏进来呢 而且我的智商所 前面有个公园 我就说哎督考 那督考都会说 啊你们公园很美 我说哎督考 你知道我们前面 为什么要有公园吗 我们要让个案 可以在那边徘徊 你懂吗 犹豫一下 他们预约了 很不容易预约到 可是要踏进来 面对自己的性 是多难的事情 就我们光想说 大家能够接受心理智商 知道来做心理智商 不是精神病 这已经是 也不过这几年的事 那又更何况 对那又更何况说 我走进来 性智商诊所 别人怎么看我 虽然根本没人在意你 可是你心中的那种感觉 对吧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寻找资源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大部分的人 现在是网络盛情 大家就网络上面 随便找资料 但是网络上面 错误的资讯也是非常多 那但是要正式的求助 对许多人来说 还是非常难的事情 那所以怎么样寻求 一个适合他的资源 就是非常重要的 OK 对 所以就是 好 但就算他们不带 他们的孩子来 但至少或许 他们可以先踏出第一步 这样子 家长可以先踏出第一步 对 所以他们会说 你们存在很重要 让我们有一个安全感 真的万不得已要来 安全网 可以接触 对绝对不能倒闭 但是呢 就是要带进来 还是真的很困难 但我们建构这样的能力 最重要是要得到一个 新的人生哲学 就是我们要反转 过去信是不可谈的 信是禁忌的 信是你只能闷在心里头 然后 就是所有罪恶羞耻 都要自己消化的 OK 我们想要反转这个概念 人生哲学是 信是可以谈的 找到适合的资源 有人会协助你 去历清你自己本身 在情商的观点 建构你在性上面的 情绪能力 跟支撑你去学习 如何去经营 性的人际能力 嗯 然后在任何时候 你都有资源 可以支撑你 所以 信是一个你可以面对的事 这是信任格 五个重要的能力的 一个结构 在这样子 刚刚剖析之后 或者说分享之后 那 呃 刚刚提到这个 呃 资商是吗 我觉得你们资商所 那资商所来的 不管是刚刚个案 年轻的 或者是比较年长的家长 这些 有没有什么变化 或趋势 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呢 就是说他们的 变化超大的 个案的内容也好 或者是 或者是什么 个案本人的变化 这样子 好 呃 我先跟你分享一下 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会到我们资商所 这样子 那当然从家长 他在带他的孩子 就是幼儿 他觉得幼儿有一些 比如说想 他们会把他标定为 刺猬的动作 幼儿大概是 通常大概几岁 比如说五岁 四六岁 这样子 那孩子碰触自己 生殖器官 是一个很自然的身体探索 对 但是有些家长 他很紧张 他就会觉得 我孩子怎么这么色 怎么从小就会做这样的 对 就会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把它标定 是性的事 所以有 呃 就是在过去 就会有家长来 带着他的孩子来 觉得他很提 他的孩子担心 我的孩子怎么了 对 对 对 也有孩子 也有家长会带孩子来说 老师你帮我看看 我的孩子那个 那个 他那里正不正常 我说 哪里 他就一把把他的裤子脱下来 就是说 你看他的那个小鸡鸡 会不会太小太大 类似像这种的 那还包括 家长 家长会带孩子来说 老师那个 我孩子 我不能接受 他从心里把他矫正 这是在 呃 我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 25年前 我们会看到的现象场 大概90年末 2000年的时候 对 这个是我们会看到的 现象场这样子 那现在也有家长会来 但现在的观念就好 非常的多 像这 这一两年 我觉得最棒的是 有家长会 呃 跟我们说 呃 我孩子在碰触自己的生日器官 我希望能够提供给他一个 呃 就是 呃 健康的性的环境 面对性的环境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是 对 所以我可不可以带我的孩子来 那你们协助 让我知道我可以怎么做 嗯 或是帮助我的孩子可以怎么样去 在这个地方有比较好的发展 像有一两一两个这样子的案例 我们都觉得超级受鼓舞的 因为它代表的就是整个文化的转变 那我们前面铺垫的所有的所有的耕耘 你会知道说 哇 终于在开花结果的阶段了 嗯 这样 这是幼儿的部分 那呃 进入青春期之后的话 就是呃 孩子啊 他在性的探索 性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一些呃 很自然的 自己的困惑 比如说呃 我自为这太多 会不会太多 会不会太少 太平凡 对对对 会有自为的做法 或者家长会担心孩子啊 看一片色情媒体的 这个搜取的内容 也许他并不接受 或不喜欢这样子 那也有就是 在性的探索过程当中 跟人际之间产生的问题 所以就会产生很多性贫事件 类似像这样子的 所以国 青春期一直到高中 这个大阶段 就是整个性欲 在发展过程当中 孩子们要学习 跟自己的性冲动相处 同时要了解 自己的性欲 跟身体的变化 对其他人造成的影响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这么大的一个区块当中 自然而然会出现 很多的困惑 呃 或者是呃 对自己的不能接受 嗯 对别人的不能接受 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很多都是 跟性贫事件有相关的 嗯 的个案这样子过来 OK 对 所以我们呃 我们的诊所做大量的 就是支援台湾各地 就处理性方面的事件 是相当的多的 嗯 这个阶段 嗯 OK 那呃 我们到了青年期之后 青年期大概是 就是18岁以后 还是 嗯 对就是大概16岁 18岁以后 也就是说 他基本上已经合法 可以开始发生性行为 OK 好 所以你看我们青春期的话 就是从过去到现在都差不多 但是他的就是 因为发展就是这样 他就是会好奇 他就是会探索 那他就是会 可能会弄到别人 让人家不开心 无论是讲话或是动作 好 那或是展现自己的 那个性的魅力的时候 太over 然后造成了一些困扰 助此 这些东西都会发生 那但是从过去到现在 他的差别是 呃 师长们看待的方式不一样 因为师长们以前会 给我们的转介都是说 呃 老师我觉得这个 比如说对女性 她们就会有标签 嗯 说啊 这个这个女孩 她的就是交友 混乱 人际关系混乱 行为不检点 有可能会导致于 过早发生性行为 那请老师来纠正 像这个 过去是这样 过去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呢 过去就会说 哦老师 这个男生就是变态 他就是什么 呃 漏尿啊 他就是怎样怎样 就以前是这样子 因为老师也是很受震惊 不晓得该怎么样 看待性发展的问题 所以就会直接下标签 那个年代是这样 但现在的话 就大部分的老师 至少 应该就跟我们合作的老师 他们都会知道 也许他们很焦虑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但他们愿意 把他看成是孩子 在这过程当中的发展 所以他们会找资源 找我们 去协助他们 去建构一个 能够智商孩子 发展可能性 的这个空间 所以这个实在差别是这样 嗯 那我们进了春年青年 就是他可以合法发生性行为 那这个时候 最大的压力来 就是表现焦虑 谁的表现焦虑 呃 都一样 每一个人都表现焦虑 无论是 呃 我们用生理男性 生理女性来简单说啦 就生理男性 也有表现焦虑 生理女性 也有表现焦虑 就在性行为上面 表现焦虑 对 在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就是他们进入性的 这个世界的时候 马上迎面而来 就是你怎样 叫做一个真男人 你怎样叫做一个 好女人 或者是有性魅力的女人 OK 马利欧 你可以想到 那种各式各样的 标签这样子 你可以想到 我懂我懂我懂 对对对 就是 然后这个都是 排身倒海而来的 对 那当你没有一个好的支撑 好的这个性的人格脊椎的话 你会被这一些评断而定义 嗯 比如说太大太小 嗯 好 不只是啊 我们不只是生理器官 包括我们的胸部 也是一样 太大太小 这样子 太胖太瘦 然后太快太慢 嗯 这一些都是 那在里面你就会迷失自己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 对 然后你会去追那个 要让别人能够接受你 的那个压力 对吧 嗯 好 然后或者嗯 同侪之间就是都会 比来比去 对对对 这些是不是超巨伤害性的 对 而且他那个接受 别人接受好像也不是 真的你的伴侣接受 而是一种给你 你所习得的社会文化的 标准的接受这样子 对对对对 玛丽你讲的是超对的 因为很多时候 呃 比如说他的伴侣 我们先讲男性的焦虑 嗯 他的伴侣就说啊 我不在意他 他大小 对 可是男性说你不在意我在意 对吧 然后说他快乐不重要 他其实就是好好的抱着我 然后让我有亲密感就好 然后这个先生就说 不行啊 你OK不行啊 那那个太太说 那不然你还要谁OK 他说不是 可是我过不去啊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这个同样的 这样的话 男性女性都会碰到 包括我也碰过先生 那个男性 他就说 他其实不在意他太太的身材 譬如说胸部的大小 但太太也是没有办法 他就是一定要真心 他觉得他很在意 然后他觉得有一些 他会被他先生抛弃 因为他的胸部太小 如何如何这些 对 所以你看这一些 其实都不是来自于 这两个人的本身 是来自于文化脉络当中 形塑的所有 什么叫做性感 嗯 什么叫做有好的性的能力 什么叫做你这样才是一个 男人或是一个女人 对这个东西 在受伤害 所以你听到 曾经你们常常觉得说 我常常讲一句话 我觉得说我们所有的人 就是我们都有性创伤 就我们不用被人家侵害 我们都有性创伤 因为这些文化脉络的观点 其实他就潜移默化的 一直在里面评价你 嗯 然后让你没有办法 去认识真实的自己跟对方 嗯 这个是青年起的 OK 嗯 所以 也就是说听起来 如果可以尽早 就是说以现在到 过去到现在这样听起来 反正你就是 如果你有一些焦虑也好 或懵懂不知道 然后尽早的 包含了资商或是讨论 其实都不会让自己 再信这一块 最后弄到不可收拾 或变得更难解决这样子 马里有人讲的 就太对了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像你看我刚入行 那个时候二十几年前 嗯 那个时候呢 是通常都是 因为那时候的禁忌性 通常都是弄到你真的 不行 没办法了 所以我常常会 就是我的 我的助理跟我讲说 呃 这个个人约得很急啊 他就说 我说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没有人在自杀 我们没有在处理自杀 没有什么紧急个人啊 他说不是 问题是 他说 呃 如果没有限 他太太给他要求 没有限期改善的话 就要跟他离婚 嗯 像这一种 就是都是弄到你问题 真的是 像雪球那么大的时候 不得不来 以前是这样 但是这一两年 我看到有超级好的趋势 就是有非常年轻的人 他们基本上 甚至于大学生 研究生 他们还在就学 但是他们已经有伴侣关系 而他们有感受到 在性上面 可以有调整的部分 或是伴侣关系 可以有调整的部分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就是来 智商 嗯 对 那他们的重点就是 我们目前没有 巨大的问题要处理 对 可是 我们希望能够 藉由智商 让我们更了解彼此的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走得更好 对 像这个 就是我觉得超级赞的 OK 对 因为你把智商当成是一个咨询 当成是一个评估 让你 我们智商是你的一个工具 让你可以对自己 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所以你可以掌握 你要过的生活 嗯 这就超级赞的 所以就是 呃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是很年轻 那我 我们最近我也在接到 很多的派案 就是呃 十几岁的孩子 那他会跟他妈妈说 跟他家长说 他想要智商 而且他就是要来找性智商 家长都吓得要死 他就说 对 他就说 那个孩子还会跟家长讲说 你让我现在来跟智商试探 对 那个 你只是这个时候吓得 一下 你吓一下 对 你如果不让我来智商试探 你有可能会吓很久 对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呃 因着心理智商的意识的普及 然后 大众也越来越能够 有智慧的搜寻资源 嗯 你觉得 像这样子的转变 当然不是一夕之间嘛 当然是 就是二十几年来 二十几年 你有没有 但是有没有什么感觉 好像大概隐隐约约是 什么 慈情的前后 这种现象开始 感受比较明显呢 呃 我会说 这一年 嗯 特别是 你说Covid这一年吧 我觉得 哦 OK 变化超大的 我觉得Covid它带来很大的 就是意识翻转的效应 真的 对 因为第一个就是 全部网络线上化 哦 你所有的资讯 对 就是网络上面去都可以找到 然后线上课大量大量在开展 对 然后各种那个播客 或者是各种媒体的各种讯息 都更加的普及 这是第一个这样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觉得Covid也带来一个 更多人已经不想要再拖着他的问题不处理 啊 每个人可能都 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遇到 对 能够有一个突破 去经验一个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时候也很多 但是呢 你如果说 所以我会说 这一年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开花结果 是 可是你看到前面这25年来的话 是非常非常多的社会运动的这些各界的前需啊 无论是最早的像 妇女薪资之类的 对 妇女薪资 现在妇女基金会 然后利新 然后再来就是通知之群热线 对吧 然后再来就是守天使 障碍性权 对 然后同婚通过 这一切我们都要说 他在前面 呃 贡献了巨大的一个过程 他是意识转换 然后 我们一般人都会想说 啊 那是为了什么特殊族群 不是 意识转换之后 会让所有人都能够意识到 我们去面对性这件事情 嗯 是一个可行的 他是一个健康之道 嗯 对 就不同的运动可能针对是性的 不同的面向 对对对 但他本质还是在性的这一块 对对对 所以我们 我是心理师 然后我们 我我自己本身没有那个运动的特质 所以我都非常崇拜跟感谢这些运动家 是 我们团队只能说 呃 就是同志游行的时候 我们就去 跟着游行去 嗯 代表我们的支持 这样 那那个支持的意思是说 呃 因为意识要开展 我们的个案才有办法 呃 去认识他自己 对 意识不开展的时候 我们只能意识 我们只能认识的就是 你有没有符合 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 嗯 的这个限制 对吧 嗯 所以我们去支持意识开展 是让我们 我们可以支撑 我们的个案 有更多可能性的空间 嗯 这样 那因此 这个意识开展的革命的过程 我们做的事 心理师做的事情 就是赶快 呃 我们说 他会意识开展 会带来那个撕裂 就是价值观的对抗 嗯 对立的撕裂 这样 那我们心理师 在性质上是这个部分 我们就赶快去建构 那个风补的历程 哦 因为就是要把能力电上去 嗯 那你能力电上去 你口号喊完之后 你要能力电上去 这个才会变得真实可以发生 是 所以比如说我们 呃 就我们公司 我们在做的不只有 一般的性功能障碍 或者是发展性的性议题 嗯 比如说脊椎损伤 烧烫伤性重建 呃 癌症性重建 嗯 这些主题都是 呃 当我们越来越呼求 每一个族群 都有幸福的权利的时候 有这个意识打开 可是 那怎么办 怎么做 支援在哪里 对对对对 我们赶快把这个资源电上去 就让它可以发生 嗯 它是这样的 OK 所以我会觉得 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代 OK 欸但你有发现 它现在的味道很不一样 对啊 现在那个梅子味跑出来 好像 它放一放会有一点变化 对 这就是我最喜欢威士忌的原因 嗯 OK 所以你最 你喜欢的酒类是威士忌 我基本上不喝酒 嗯 但是我有一群朋友 我们大概每三个月会聚会一次 嗯 那其中呢 就有一味非常非常精通的威士忌 所以他每一次来就会带各种威士忌来给我们品尝 嗯 那那时候大家都是啊 圆桌吃饭啊 那个聊得很开心 那我最喜欢的就是 倒一点点 所以他们会喝很多 我都是可能5cc可以喝一个晚上 嗯 然后因为它的味道 因为威士忌的味道 它会一直转变 从它刚倒到杯子里面 然后它会一直开始散发不同的味道 然后那个不同的味道 对那个 你 你 吸进去你的肺里面 然后我通常会 深深的 嗯 把它吸进去到肺里面 然后你就坐在那边看 这些人 聊天聊得很开心 然后他们各种故事在那里交错 你就会觉得说 哇 这就是品尝 然后用那个舌尖去沾 为什么5cc可以喝一个晚上 就是你舌尖沾一点点 嗯 它的味道会一直从舌尖慢慢的去扩散 然后会一直变化 那我以前不知道 因为我不喜欢酒的原因就是 通常大家都是 那种场合都大口大口喝 乱灌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大口大口喝的时候 我其实不知道我在喝什么 我只知道那酒精很刺激 对 但当那个朋友开始跟我介绍威士忌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哇 它从那个舌尖 你沾到之后 它开始跟着你整个 时间的变化 一直到你的喉咙的这个深处 然后再回来的味道 都很不一样 所以那个 我们每三个乐聚会的朋友 他们都是聊很多大事 嗯 就是他们创业啊 工作啊 什么什么大事这样子 那我就是坐在那里 品尝这个威士忌 然后去享受那个 场景的感觉 嗯 那会觉得那是一个 非常耐人寻味的一个时空 OK 对 这是非常好的威士忌拼饮你的方式 真的吗 对 非常非常好的 很香 对 嗯 通常应该说 呃 非常好的 其中一个意思是 通常啦 通常比较多在喝的 通常是文居多啦 对 对 文居多 嗯 对 所以红酒的味道没有那么明显 嗯 然后它的变化也没有那么多 至少没有像威士忌这么清晰 所以我会觉得哇 这个超赞的 所以你看你刚倒出来那个 闻到刚开始是酒精味 比较多的 先冲出来 对 冲出来那个刺激感 现在闻到竟然是 梅子的香味 嗯 OK 超赞的 所以老师非常适合 就是多喝威士忌 对 对对对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 因为呃 他们就会说啊 这个是什么 烟熏啊 泥霉啊 木桶啊 然后是纯酿啊 是什么双桶啊 然后雪莉酒啊 波本啊 他们会讲一大堆这样 那我全部都把它忘光光 OK 就是他拿给我什么 就是平常那一支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 不是你要记下来 你要记下来 你才能够买到同样一支 我说不是 这个重点不是 我能不能再重新复制这个感觉 那个重点就是 此刻就是 体验到的就是 那个感觉 你的换 就是曾经他们拿同样的一支酒 然后在不同场合的时候 你喝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嗯 对 所以我觉得 威士忌 他介绍给我威士忌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说 哇哦 那我会喜欢酒 我会喜欢酒的话 就会是威士忌 嗯 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开始 嗯 大概就去 那个疫情开始 哦 所以没有很久了 没有 因为三级 因为那个之前 大家是灌红酒 然后后来他加入 了之后就是 那个换成威士忌这样 然后疫情之后就暂停了 对 所以我们疫情 之前大概维持了 应该是有一年的时间 都是在 每三个月就喝一次 威士忌的聚会这样 一开始在 邀请老师来的时候 其实还是跟 最近出了一本书有关 欢迎来到 性资商室 三位少男和他们的心理师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那时候翻一翻一翻 哦 原来他其实是一个小说题 就用小说的方式来 讲这个性资商的事情 那当然我一开始的期待是 就是戏剧性再更强烈一点 这样 看的时候觉得 好像有点点慢这样 好像没有那么高潮起伏 但当然后面还是有很多故事 是的 不过 但我们刚刚讲到很多 关于性资商的东西 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会特别针对少男嘛 就是比较偏青少年时段 然后里面的个案 大概都是落在 十四五岁左右 有可能国三国二 或国一这样 国中生的阶段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题材呢 我知道上面之前还有一本书 是这个其他年龄的 什么心理师 救救我的老爸这样子 社会老爸这样子 对 但是 为什么这个时候是在讲 这个青少年 然后其实针对男性呢 哎呀 真的是一个太好的问题了 你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就如同 就像马来游你讲的很对啊 就没有高潮 没有太多高潮的叠记 而且超级慢的 所以我当时觉得 没有人会买这本书 因为我写的时候 我实在很担心 因为他实在是比我 那个色鬼老爸 还要再小众 然后因为他的专业部分 又太多了 所以他太小众了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就是觉得 他绝对不可能上排行榜 绝对买不好 当时是这样想 其实当时写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 因为我原先想要写的是 伴侣性智商 好 但是显然不是 对显然不是这样子 我第一个我想要写 伴侣性智商 然后呢 但是因为反正我就是在 每年大年初一 就是我写作日的开始 这样 对我喜欢在大年初一写作 那就是进我脑子里头 都是什么画面 我就把它写下来 是 所以当时呢 进我脑子里就是一个 男孩子冲出智商事 然后我心想说 我的天哪 这个绝对不是伴侣智商 因为伴侣都已经 社会化成人了 要能够这样冲出去 真的是非常难事 仔细一看 他就是一个青少年 那就是在一个 很特殊的状态之下 他做的反应 那 这是我写作的习惯 就是我出现在脑子的东西 我就开始写 与其说 我怎么去架构这本书 不如说 我就是跟着我的灵感去做 我想做的事情 那 理论上 他应该是教科书的 那你就怎么教科书写成小说呢 就是因为我不会写教科书 我就只好写成小说 所以他既不是大众看的小说 也不是心理师他们看的教科书 他就长成这个样子 OK 就是读者的反应 很不赖 很不赖 那我很惊讶 因为他在排行榜 已经维持了一个月 因为我本来想说 一个月就 一个礼拜就会下来 就要维持一个月 然后状况还不错 然后 除了心理师 一直在推荐 很多心理师在推荐之外 也很多大众的读者 他们说 只要把表格调到 不要看里面的表格 也没有很多 大概三四个 把表格调掉的话 他们在过程当中 都会对自己 有很多的收获跟觉察 所以反应还是蛮不错的 OK 但我觉得 我其实想聊的 其中一个部分就是 当然作为读者来讲 你或是作为编辑来讲 我们总是会想说 那到底这个东西 要给谁看 是的 那我一直有一种错乱感 就是这里面好像 述说的对象 有在切换 就是偶尔 好像一部分是给 的确是新少年看 然后一部分又是给 可能他们的家长 可以看这东西 然后但是有很大一部分 好像又是给心理师看的 是的 对 所以 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还是你就是刻意的 弄成这个样子 亲爱的玛丽雕 我就是 你知道我写这本书 根本没有签约 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架构 我要怎么样去设定 因为我原先第一本书的时候 我有设定 然后我还写了一个 那个proposal 给我的出版社 那我要照这样写 十篇短篇 那我写它去之后 我开笔写了下去以后 发现出完全不是这一回事 对 所以我那本书写完的时候 我也是很害怕 就心理师就对我社会老爸 我很害怕 我觉得那个出版社会退稿 但没想到他们出了这样 那反应也是很棒 那那本书写完以后 我就知道一件事情是 我大概没有办法先设定 OK 那只能就是给有缘人看 有缘人 这可能跟一般 就是如果你是缘辑 你会知道你们都会设定 这样 你很可能就 所以我当时不敢签约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我写不写得出来 那但这本书其实 原先它是非常小众 它的提案就是专门给 愿意做青少年 性议题工作的 助人工作者看 其实我的提案 是设到这样的小 它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青少年这个阶段 现在的性 我们绝对不能回避了 以前你还可以回避 现在基本上没有办法回避 特别是Covid 我们全部人都上网路上课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 那个不是你要管他手机 管他电脑 你已经没办法管了 因为他连上课都在上面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孩子 他即将接受到 大量大量的 各式各样的 你管不住的性的资讯 从网路的地方 流进进来 那在这个阶段的 助人工作者 如果你愿意去面对 因为不是每个 做高中的心理师 或者是专服人员 他们会愿意做性 不一定 但如果你愿意 这个去看待 青少年的性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机 我希望大家 可以有一个 至少你看过之后 你会有一个概念 怎么样重发展看 你不一定马上可以做得到 可是至少你的态度是不一样 你的空间是不一样 同时你会让自己支撑 你不是自己硬在那里做 这个事情是至关重要 所以我前院生设TA 就是当我发现说 出现的个案是青少年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的TA 大概就是只有愿意做 青少年性议题工作的 助人工作者 但我会觉得 即便只有这样子的 那个TA 我都觉得非常值得 因为他们影响的是 广大的 未来会是成人的 青少年 所以其实 他甚至 你的在前一本 就不是社会老爸 那个爱与放手 爱与放手 那个是比较可以给家长 他一个更明确的一些指引或建议 是这样讲吗 那这个反而 其实可能家长 不见得那么容易 可以理解 是这样子吗 是的 这本书家长要看的时候 你第一件 最有趣的是 就有朋友就直接跟我讲 说我要赶快买给我孩子看 我说拜托拜托 我们要给孩子看有关性的东西 你自己要先看过 对 你一定要 千万不要说 又青少年三个字 就丢给他 不能 你一定要先看过 你看过之后 你会知道 里面哪些东西是适合 哪些东西是不适合 这个东西 你自己成为一个成人 你要去做一个筛选 这样 那我会鼓励家长 看这本书的时候 你会去看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什么叫做性发展 嗯 什么叫做性探索 那发展跟探索 不把它变成是问题 要去禁止 因为大部分就是禁止 你不要再这样做 你不要再这样做 好 不这么做的话 因为你叫他说 不要再这样做 他就地下化而已 那就越想这样做 对 然后他就地下化 这让你更不知道而已 对吧 然后等到他再出 更大条的事情的时候 那时候都是我们 不愿意乐见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样就说 你看这本书 你知道一个 什么叫做性发展 然后第二件事情 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你会知道说 哦 原来学校系统 是这样在运作的 嗯 因为这是学校系统的现场 学校系统 是这样在运作的 这样 你的孩子在经历这些事情 第三件事情 所以你如果关心孩子 在青春期当中 如果你的孩子 在学校当中 有一些性的事件 或者听 听闻其他同学 有性的事件的话 你需要做的不是 去要家长会 叫学校 不准叫这个 不准这个 你应该做的事情是 联合你的家长会说 我们需要给孩子 更好的性教育 我们需要你们的老师 你们学校要增能 知道怎么样 面对性这件事情 对吧 而不是是给我孩子 贴标签 因为一个标签贴下去 这影响是非常大的 是这样 对 所以我会希望说 这样你看的时候 你会知道 这样的一个发展 然后你看到 那个心理师里面的 那些的自我反思 那个历程的时候 我希望你 不用戴着一个眼镜 说原来 那个心理师 也有他的私生活 心理师当然有私生活 不然呢 对吧 但是 我为什么 我写的时候 我也觉得 因为我原先 也没想写这一些 因为这其实是 给我自己人麻烦 但总之没有办法 因为灵感要写 我就写了 那我写 写下去 这是他们 心理师里面的 那些内在的自我 反思 发现的时候 我有理解到一个 蛮重要的意义 就是因为 我常常会听到 有心理师 因为现在不是很多 心理师在做 大众的宣导吗 对 那他们都会说 我们心理师也是人 我们也会有情绪 是 这句话根本就是 非常好笑 对吧 就是也就是说 大部分人会认为 心理师应该就要 不需要有情绪 你们就是 没有情绪的机器人 对 或者说你就要 很懂得如何如何 情绪你们要收起来 就完全这样 这样这样 对 那我只能告诉 大家说 那我也告诉家长 说你看这本书 你看到心理师 有这些各种历程的时候 你记得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会一直评断说 这些心理师怎么这样 他们怎么会有这种生活啊 那他们不能靠近我的孩子 这些的时候 你不如 换一个角度来说 哇这些人很真实的 在面对他们自己 我希望我的孩子 是被很真实面对 自己的人来看待 而不是压抑去做一个 样板 然后好像 这个是什么 所谓叫做 完美的形象的那样的人 然后来带我的孩子 为什么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 他要看到就是一个 很真实的成人 真诚的人 很真实的人 然后就是会弄错 就是会跟他对不起 就是会有时候 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也有他的情绪 有他的困扰 他需要很真实的人 去跟他碰撞 他才会知道 那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是很多家长做不到的 因为家长很多时候 他会希望留在一个 圣人阶段这样子 家长的位置 对 那所以 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会给家长这几个提醒 是 那更棒的是 如果家长可以跟着 也去整理一下 借由这些主角们的呈现 无论是青少年 或者是里面的心 也试着呈现 也整理一下 自己的性的发展 那么你在回来 跟孩子谈性的时候 你会觉得 自在跟轻松非常多 OK 刚刚前面提到一个 那个 就是理解现在 教学现场的一个 对心理辅导的一个现况 那或是心理执行的现况 其实这的确是我的一个 不理解 因为 看得很清楚 我已经离开中学 非常长一段时间了 是的 所以我 然后我也不是 那个教育体系吗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这是什么样的 开始 就是说 比如说 专服老师啊 或是副导师 他们会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然后他们可以求助 专业的智商师 来做转介 或是拍案 这样子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 开始跟演进到现在呢 好 那 从原先学校里面 根本没有专服人员 没有心理师 到有 然后到有了之后 他们会开始发现 有些个人 他们没办法处理 所以他们就会 从外面去找 适合的心理师 那像性的题目就是 我们规避单位 就是很多 学校他们碰到 他们没办法处理的 这样的议题 然后他们就会 找我们进去 帮他们做协助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实务上的现场 就是这样子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大概啊 这个已经很久了 大概 应该是 大概至少也是20年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是全台湾跑 对 那我是心理师 现在还是全台湾跑 现在最年轻的心理师 刚拿到执照 也是全台湾跑 就是这样 所以这种状况 个案的最多的 会是在国中吗 还是 都有 国小 国中 高中 那像我以前 在第一现场的时候 也很多时候是幼稚园 幼稚园就有这样子 对对对 都有 那意思就是说 你会想要 一个学校愿意找 校外的专业心理师 进去工作 他在说明一件事情 他们很真诚的面对 他们对这个题目 真的没有办法 对 然后他们能够 现在像我们书中 写的已经是相当不错 也就是说 他们会去尊重我们的专业 对 好 然后不会 因为以前 当然我觉得现在还有了 但已经好很多了 至少我们耕耘下去 一个系统耕耘下去的话 那个学校比较会是 听专家怎么说 对 那以前的话是 他们告诉你说 你让他不要再这样做了 不准他再发生这个事情 他如果再发生的话 我要看你智商无效 那是以前 对 那我们现在会更多的是 促进系统跟我们合作 如何创造一个 大家一起来协助 青少年面对性 里面有提到像 会有这种八次性的 智商的过程 对对对 这是一个固定的工作流程 就八次 或者说 好像是说 五次之后可以 可以寒停 或者是什么样 这是一个固定的工作流程 他基本上是看 有的时候是 看性评会 他们的 对这个学生的要求 这样子 智商的次数 那 有的时候六次 八次 十二次 二十次 他会看到每个学校的资源 他有的资源 跟他们的评估 这样子 那 但我们心理师 我们进去工作的时候 如果有这个 可以争取的空间 因为我那个年代 我们是做 没有争取的空间 就是做六次 就是六次就要做完 然后要把个案 转回去到学校里面去 让他们专服 能够做下去 就是 我很年轻 在跑第一线堂的时候 就是六次这样 那现在 那个智商 越来越被重视了 所以这个资源 就是弹性比较大 所以我们等于是 我们外聘的心理师 进去的时候 我们会去评估 如何能够 更好地帮到这个个案 然后就会给学校一些建议 是不是能够再延长 所以现在就有个延长的机制 这样 那一般八次的话 就会是所谓的 性评八堂课 如果它是 违反性评法 然后被判定 需要做一些 强制性的资商 或者是课程的上课的话 那就是八堂课 对 大概是这样 那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 可能是你刚好想象到的 都是这个样子 但为什么好像主角 锁定在男性呢 好 因为总之呢 我的大年初一的第一个画面 因为出来是男性 那所以我就知道说 我原先 我最想写的是教科书 因为我不能确定 大众他们对这些东西 接受的如何 所以我就直接先写三个男性 那这个是我训练的习惯 就是我们把男案的基础的概念 把它讲完这样 所以你说 诶 为什么只写男性 没有 因为我想下一本写女性 对 那因为男女 在这个青春期发展阶段当中 他们的性心理是非常不同的 那 因此我想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嗯 那像里面这个 读导或者说团体 就是说里面 大家可能没有看过 反正就是书里面有一个 呃 团体辅导 就是 诶是团体辅导吗 团体督导 团体督导 就是 智商师心理师本身 他们会形成一个 呃团体 对 就是大家一起来 共同的去面对 对 各自的各自的个案 对 然后还会有 呃 除了平常的 的 的讨论之外 还会有一个团体督导 对 就等于会有一个督导者 对 在一个类似教练的角色 对 来跟大家分享 或是说给你一些方向来看 对 那这是一个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一个实物现况呢 你说督导这件事吗 对对对 督导这件事情是 大概是至少我 那个时候当心理师的时候 就我很年 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存在 他应该就是心理师 这个领域里面 自然就有督导 嗯 那我们在 呃 我在美国念研究所的时候 就是有督导的这个角色 所以督导是一直存在的 嗯 对 那呃 像这本书里面 写到那个团体督导 它的原因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做青少年工作的时候 呃 你单枪匹马 你会非常的累 嗯 因为我们要做的 不只是个案 我们要做的很多时候 是系统的工作 跟家长啊 跟学校端沟通 所以 如果有一个团队的话 会是最好的 所以像我们和光的话 我们都是用和光团队 我们都是一组人 一组人做这样子 那呃 这个督导的任务呢 就是让这三位心理师 慢慢的在他们的 个案工作当中 去形成 互相支持 然后他们可以有 持续的不断的 互相讨论 嗯 这样 然后当他们面对到 处理到一个个案 他需要系统工作的时候 大家可以有 不一样的人 一起进来做协助 嗯 所以这个书 我是最想要呈现 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三位是一个 呃 就是很常见的数字嘛 就是还是说 你们随便都可能 都可以都可以 两位五位八位 这样子 对 因为通常的话 大部分是个别读到 比较多 像 就是非常多 各都的学生 这样 然后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会鼓励他们 组成团队 两位三位 OK 这样子 因为他们不只是说 他自己的增进 他可以跟其他伙伴 有一个信任 那可以一起合作 做个案 做系统 所以各都就很像是 找你做弯弯弯 这样子 对对对 讨论个案的一些情况 这样子 各都更多的 除了讨论个案之外 我们会协助心理师 是他自己的内心的历程 会跟这个个案 有一些 呃 雷同 卡关的地方 那我们要协助他能够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他自己有更多的理解 修通 嗯 跟调整 这样子 在里面啊 三个心理师啊 都各自有卡关的地方 是的 而且都卡的还蛮严重的 那呃 你自己这样二十几年下来 你有什么自己印象中 自己的卡关跟去面对 然后找找资源 找助力的时候 哇 那个我年轻的时候 刚开始 我刚从美国念书回来 然后走进信这个领域 我满脑子都是问号 嗯 对超多超多问号的 那所以我就到处找读导去问 然后想要知道 怎么样去看待我个案的问题 嗯 讲个案的这个状态 那个时候就是 因为这信的资讯 就是没有那么多 然后我 我那时候根本完全都不懂 这样子 所以需要很大量的支持 然后我就发现说 即便那时候找读导都蛮困难的 因为大部分人都不 也是一样 不会这样子 所以我就转成 就是我大量大量的阅读 嗯 然后呃 大量大量就是 一段时间就是回美国去找教授 找那个资料在看 大概是这样子 OK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 应该蛮大的历程是 知识技术都是从零开始建构 嗯 那零开始建构的时候 呃 直接面对的个案的 性的这些冲击的时候 我们内在 就我自己内在 也要经过 比如说呃 男性个案对我的挑衅 嗯 对 那或者是所谓挑衅就是 呃 其实他也许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不知不觉的 会呈现一个气质 就是 我一个男人干嘛 问你新的问题 嗯 你一个小女生 你懂什么 对我个案还跟我讲说 你有看过 老师你有看过一篇 我看你这样子 你有看过那篇吗 没有吧 你还在教我 嗯 你们可以换一个 这个什么 不要厉害的医生来 像这一种 OK 对 然后或者是呃 个案也会对你 有一些情侣上的投射 像这一些 对 那我因为我那个年代 我就靠自己 大量的走路 OK 不断的走路 你说的走路是真的走路 我是真的走路 真的走路 就是从下班的时候 要走很长的路回家 要去消化这所有 呃 到身上的讯息 各种性的这些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 然后怎么去思考它 是 然后晚上睡觉 半夜会惊醒 想说 呃 今天这个个案发生什么事情 我怎么去理解 就是呃 因为我求助了非常多的督导 那但督导他们 也就对性的部分 有他们的限制 是 对 所以我就是大量的靠 自己的去沉淀 了解 我是吕嘉慧 心理师 性思商师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玛丽欧陪你喝一杯 这是很minor的问题 但为什么你们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想到的 我本来一开始看的时候 不知道不理解嘛 看一看之后 我越看越觉得 其实这个 在企业 或者说在我们自己 我的领域当中 比较像是一个coach的角色 但为什么你们要叫独导啊 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问题 但你就 没有 我觉得你这问题 真的是太好了 有一种你知道如果在教学现场 就是独导就是长官啊 然后他就是在指证你啊 然后说你做不好 或是指点你的这样子 可是那个角色 听起来不像这样子 这角色像是coach 就是哦 我跟你讲 这可能是一个方向 然后我现在看到 你现在做的东西 可能可以再怎么调整 或者是你是不是 没想到什么 之类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 玛丽欧我觉得你讲的 真的超好的 我觉得 在能力建构取胜这边 我也逐渐把独导 把它换成两个重要的概念 一个就是导游 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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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酱油 我知道 导游 导游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进入一个个人的内心啊 就是一个个人到我们面前来 我们进入他的内心 我们看到不是他告诉我们 他有什么问题 要我们怎么解决 我们是要进入他的现象场 然后他那个现象场 就是超级丰富的 然后太多东西同时出现 然后但他只是用一个 老师你告诉我 这该怎么办 他用这句话 可是他背后是像一个冰山 这么复杂的一个现象场 所以新手的心理师进去的时候 往往会迷失他自己 所以我会觉得 以督导来说 在心理师的督导来说 有一个部分 我们讲概念化 协助我们的新手心理师 他能够概念化 其实比较像是导游的工作 这样 让他知道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那还有 有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师 会有自己的一个习惯 或者执念 或是他的过去 所以督导告诉他 往左走 他就偏要往右走 或者是你明明看到这个个案 是该往右走 他就偏要往左走 这样 那所以呢 这个导游的部分 也会帮助我们的心理师 回去看到他自己内在 他那么执着的部分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功能 我就会觉得是 就像你讲了 其实就是很教练的 如果说第一个关卡 就是你会需要 某些认真 这样子 那你刚刚讲的是 内心的关卡 是吗 对 我觉得应该是 我同意啦 就像现在也有教练 就是企业教练 也是有气管教练的执照一样 这个我可以理解 然后你要上足够的课程 就是小时数你要够 你才可以成为认证过的教练 然后是该更往上 这当然是一部分啦 但另外一部分就是 当你在摸索 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通常督导自己会遇到的 什么样的难关 或者是 就是卡关的地方呢 就像啊 刚刚玛丽佑你说 诶 这书中的三位心理师啊 都卡关卡很多 那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中常说 诶 有吗 他没有卡关卡很多嘛 因为那些卡是 我们把我们内心遇到的 一些困惑情绪跟感受 留下来 没有让他就这样过去 或者是把他忘掉 嗯 那留下来之后 怎么样萃取出 这一些感受的意义 萃取出的意义 这个卡关就得到了 他一个很重要的转化 是这样子的 我只是想用这个来回应你 就是说 呃 在我心中 我碰过很多的卡关 好 那卡关可以简单到就是 你看着你的 受读生 在讲这个 你会觉得说 你几年的资历 你现在讲这个话 你给我放聪明点 就是你会有这种感觉 心中的murr 对会有这种 或者是说 你可以感受到 这个人的价值观 跟你有很大的落差 是 其实就跟我们做个案一样 都是会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都还是会有 OK 对 那但是呃 对我自己身为读导来讲的话 当我有这个情绪 我做的工作 就跟我帮助行李师 做的工作是一样 嗯 我需要有办法去消化他 跟有一个对话的对象 对话的对象 对 呃 你是指他们 你说受读导生 还是你自己的 对话的对象 呃 所以你的读导 这样子 还是这样 真的是太好了 可是我现在就没有读导 好 我有读导 我有读导 OK 我读导是什么 就是 哎 我先给你沉浸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是没有信仰的 可是我会说神 神就是更高的意识 更高的智慧 是 意思就是说 我必须向那去参透 这 这个卡关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嗯 对 那一样会碰到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修通的 我就会去告诉我的受读生 说这个部分我真的 这个没办法 那我可以告诉你有几个可能性 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把你这个 你的 你需要求助于我的地方 去得到一个解答 这样子 但我对你真的是 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跨过 但目前还没有 但是 我会有准备说 如果碰到这个状况的话 我会去做这样的说明 就是跟我们帮助心理师 是一样的 那 因为在性的这个领域 我很多时候 都是很孤单的一个人 是 走到现在 那现在有 很多的伙伴 那 我更期待的是 我的伙伴 他们每一个人都专精 一个不同的领域 譬如说有人专精 障碍类别的 那有人专精的就是 性功能障碍的 那有人专精儿童 有的人专精性贫的 他们慢慢的成长到 一个程度之后 我会成为他们的学生 所以这个 我是说这个学习 是一个有机体 是 然后在我们团队当中 这个互相 彼此互相学习 不互相学习 互相学习 那 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 就是大家一起成长 就是互相 就不一定谁是 就是督导 他只是一个 暂时的位置而已 对对对对对 那更多的时候 是经由大量的对话 大量的讨论 然后我们大家的智慧 一直不断的 在这个里面去激荡 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愿意说的是说 现在他们暂时 是这样需要我 但未来我相信 我们会成为一个 并肩 站在一起的好伙伴 OK 了解 好 最后我另外 有一个问题 就是像刚刚中间 有提到爱与放手 之前有提到 那是一个课 本来是线上课 然后后来变成一本书 那里面其实有提到 你自己的小孩 对 因为那是基本上 针对小孩 针对家长的一个课程 所以你有提到说 你自己对自己的小孩的 想法 对性的 那 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其实他又过了几年了 就是从你那时候 写下你给女儿的家书 14岁他现在快要18了 对 那你觉得这几年 你们的沟通也好 或讨论也好 有没有什么跟你 那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呢 呃 我们只能讲说 哇 那个 当青春期的孩子这样 实在太美妙了 OK 太幸福了 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言语 然后越多的时候 我感受到是说 能够跟孩子建立一个 可以谈性的关系 你可以谈性就无所不能谈了 OK 是这样 那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 就连这个都可以谈了 所以你真的只觉得说 真的是 青春期哪里可怕呢 嗯 就是非常的开心 所以 呃 以现在的话 一样是这样在前进着 你问我几个问题 你想知道什么 哈哈哈哈 因为我想 我想讲的是 一个妈妈的话 你懂吗 妈妈就是讲说 啊 我跟我一点 我最担心她的是什么 我最担心她说 对啊 你 你 那个 发生 不是 我是说那个 我觉得那个哥很帅 那个欧巴很帅 对 对 然后 说 那个你那个那个同学 哦 真的很酷 很有型 这样 他那天给我看 还有一个同学蓝头发 我说哇塞 帅爆了 这样子 然后我女儿就给我白眼 他说你不要那么夸张 我说他真的很帅啊 这样子 然后呢 那我最好奇的是说 诶 你这个阶段啊 你有没有想要 有一些感情的经验啊 或者性探索的经验啊 这样子 然后我都会支持你啊 那无论你的性别 对象是性别是如何 都可以这样子 对 然后我女儿就跟我讲说 嗯 他目前觉得 他还没有遇到那个 他有感受 想要跟他去 这样子的 连结的人 如果遇到 他一定会跟我分享 连结 对 但是你知道 他可能不是用连结 就是他没有看到 那个对的人 他可能是用对的人 这样 然后呢 我觉得他讲的是 很成熟的话 可是我会 就一个妈妈是这样 你会希望孩子不要 就是不要跟同学不一样啦 然后能够 虽然我是让他很自主 可是你还是会希望说 你们同学在那边 讲他男朋友的事情的时候 或是他女朋友的事情的时候 你也有些话题可以搭上啊 就像你不要 不会觉得 你在旁边很无聊 干嘛 我女儿就跟我讲说 拜托 我很多话题 可以跟他们讲好不好 因为我都帮他们 做心灵导师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那这是我对不起你的事情 就是说呢 让你太早的接触了 这些所有性 因为他从小跟我就是 我们就是婚数不计 他全部都可以看到这样 那我就说 太小了 那你就没有那种性的禁忌 要去突破的那种神秘感 对 我说这是我对你 那个最大的伤害 他说是有点遗憾 好像是 对 就好像他们在想说 别人的兴奋感 刺激感都不见了 好像就还好这样子 然后别人可能是 交男朋友 女朋友 要跟他爸妈 那个什么叛逆 他也没有这个需要 是 我说那不然 我给你一些禁令 让你就是 比如说我给你一些禁止 然后让你可以 可以有点叛逆的感觉 他就说 嗯 谢谢再联络 哈哈 你太早 除媚化过程了 就没有任何的 好奇的空间了 对 就没有那种 就是因着 禁忌要去突破 那个状态 对啊 就超好笑 那 那目前为止 你觉得他跟你谈过 让你 呃 就是压力最大的 一个议题 或者是 哪一次的事情 让你有印象说 即便你可能都已经 不管你看过多少个案 或讨论过多少人 看过多少书 讨论多少资料 然后当他跟你讲的时候 你还是觉得 哇 这个 这件事情 的确有点 有点棘手啊 真心没有欸 OK 真心没有欸 那玛丽 我就是很诚实的告诉你 因为 我给我女儿自学 OK 嗯 所以自学 要解决一大半的问题 你说自学 就是在家 对 他是有跟一个自学团 OKOKOK 对 然后 所以他跟自学团 他 就是尽全力的去活他自己 是 所以我们其实基本上 也没什么好叛逆的 OK 对 他要做什么都支持他 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 占了很大的优势啊 嗯 就是说如果在体制内 我相信我们有非常多 冲突会发生 体制内 所以是从小就是这样子吗 还是中间 从小就是这样 因为他从小 他 小学是念种子 嗯 就是体制外学校 是 这样子 然后 国中开始就是自学到现在 那他眼看即将成人了 对 嗯 OK 所以说要什么让我觉得很 没有 但我有很多需要修炼的地方倒是 嗯 确实的 所谓修炼的地方就是 比如我让他自学 呃 我很 很多人就问我说 哎 你为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理念 让你还是自学 我说我的理念非常的简单 你们绝对不会相信 就是呢 减少冲突 OK 减少麻烦 嗯 你就减少你跟他的冲突 对减少冲突 减少麻烦 然后呢 我们可以很开心 就这样 OK 就这样 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然后减少那个亲子之间的那种张力 因为他只要体制有学习有成绩的这个问题的话 我不确定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状况 那不是我想面对的 其实我就是很简单 我就是一个最懒的爸妈 然后最懒的家长 然后我经济上可以 我就做这样的选择 这样 但是我做了很多的学习的事 呃 我让他自学 可是我仍然会有那个焦虑 我看到他其他同学都是 在体制内的学校 然后成绩 然后考大学 然后未来要出去出国啊 然后各种学科 你可以看到学科 依着学科看到成绩 你会知道有什么 好像有什么 得到了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那会有个安全感 但你自学的时候你不知道 所以他那个刚开始 那个国中的时候 刚进十四十四岁 十三十四岁 他开始自学的时候 呃 我会焦虑 然后我会皱着眉头 就我最好把我自己弄很忙 因为我只要有空 我就会突然想到说 哎呦 糟糕 你有没有念书 嗯 你该有念书吧 对 很多资料 你自己念念啊 你要念 对 就会开始这样 然后当我开始 本来我们很开心 然后当我开始说 哎你有没有念书 你的英文还行吗 呃 你英文念怎么样 呃 那个因为没有成绩嘛 啊不然你念两个句 给我听听看 你知道吗 当我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 我自己就觉得 我自己很讨厌 嗯 然后呢 我会听到他说 嗯 本来很开心讲话 他会说 哦 OK呀 有啊 我有在学啊 没问题 你不用担心 就这些话出来的时候 我马上知道说 啊 嗯 我处在一个 并不适合沟通的状态 我把我的焦虑 就这么随意的丢给他 对 所以我就要再回来 去处理我自己 那一些 我明明让他选择自学 却没有办法消化的情绪 那是我的事情 不是他的事情 嗯 我选择自学就是我愿意相信孩子 他给他 嗯 足够多的资源 跟对他的信任 他会长出他该长出来的样子 嗯 那我就要接受他长出来 任何一个样子 就会是他最好的样子 嗯 OK 对 所以不是说 我选了自学之后 这个就没有 所以你如果问我说 那个最会让我压起来的东西 其实是我自己不是他 OK 而且甚至也跟性无关 跟性无关 对 跟性是绝对没关 因为 因为他从小就 呃 跟着我到处去上课 所以他全部都知道 他还帮助他的朋友们 去面对他们的青春期 跟他们对性的好奇 嗯 所以 在性的部分 目前没有 OK 嗯 那如果这样听起来 所以他会 比如说你写的东西 他会去看吗 还是他听你讲 其实你大家都讲过 我就算了吧 是的 他对我的书并没有太大兴趣 对没有 好 对 是的 了解 好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教会老师 来马六陪你喝一杯 他最近有写了一本书 叫做 欢迎来到性资商市 三位少男和他们的心理师 呃 我不太确定 你们会不会想要看这本书 因为 他其实没有 你知道我那时候有点错误期待 我那时候有点 让他说 啊 会不会是那种 那叫什么 性爱自修室 我之前是 Netflix上面有那个剧 有有有有 有性爱自修室 对对对 有那种很高张力的 那种什么东西这样 但当然毕竟那是剧啦 那剧当然就需要有一些 这个转折起伏 这样子 那因为我想说 诶这是小说啊 应该可以做到这样子事情 那 不过里面 小说的部分还是有 故事还是有 不过里面有非常多 关于自破 跟自己分析啊等等的 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 任何一个 如果你对于性质商 有兴趣 想要更了解的人 可能都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之前有另外一本书 就是爱于放手 那那个可能 我后来看一看 我觉得的确那个 或许比较适合家长 你可以有一个 尊照的手册啊 或者是刻一堂堂 这样看下去 那这个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那么适合 现在家长可以 直接去看他 那我们今天聊了非常多 关于性质商 到底是什么 然后可以有什么样能力 要建构 等等等等的 那我们都非常开心 谢谢嘉佛老师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 谢谢玛丽 很开心 感谢观看